诶 萝卜 绿了 呸 什么绿了 那明明是发芽了 之前头都吐完了 但总不能一直吐着吧 所以就发芽长头发了 当然都不是今天的重点 重点是动物农场保卫战 不知道在做的哥娃玩过了没有 玩过的扣一 没玩过的扣二 目前只有三个动物和六把武器 我听说很难打到第十波去 今天就来挑战一波 兔石金币一百 兔子最实惠 只要三十 买它 菜两波我都是在用兔子再打 第三波敌人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又买了一个绵羊 再买把菜刀 绵羊 绵羊上面只比兔子高 站前排动肉就好了 一四波 又妈你了 给兔子先生赔了一把枪 这一波关系又多了 所以是一名战将 唉 再给兔子先生配一把枪 第五波 通信了新怪物 拉鸡筒 到这儿就稍微有点闭关了 总会优先打小怪 第六波 给绵羊配了一把剑 菜刀配剑完美组合 等垃圾桶出现后 一段逐渐明显 光只会用线工具带头出锋的小怪 有垃圾桶在一边疯狂输出 这一射 第七波 两个垃圾桶出现 现在弊端完全暴露 我当时还不得钻进电脑 看这两个垃圾桶给踢发 好不容易打过了吧 哎呦 我出现了一个新怪物 小地怪物员 有八波 这些小怪真很乏 一直缠着绵羊 拉鸡筒把后白疯狂输出 我服了 最后一巨大的代价 损失了只绵羊 才逛了这挂 第九波 考虑到小怪烦人 我也给绵羊配了枪 但最后还是没打过去 地方狐狸太猛了 小怪太烦人了 我发现了 对你给绵羊配了的 两个人 我发现了 最后还是有个人